我要谢谢王导演 让我在影片里看到 那么细致的家人 对这个孩子表现的爱 我真的是看到后来 我眼泪都流下来了 那其实我最感动的是 那个孩子对着他家人讲说 我虽然没有长高 可是我长大了 我相信在场的 看这出戏的人 大家都陪着王导演一起长大 谢谢 谢谢 旁边还有一位 那个小弟导演 大家好 我是一个国中老师 那这个叫杨云芝 那我刚刚看影片 最感动的是 他开始要 就是要开始 努力要长高的那个第一天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好想掉泪 那我自己 就很有感触就是 他开始去坚持 很努力要做一件事情的那种 那种决心 让我很感动这样 那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故事就是 我大概在一年多前失礼这样子 那看不到之后就是 我也请假休息了一阵子 所以我也有我自己的 365天 其实不止 大概500多天的 数日子的时间 就是准备准备要回到原来的职场工作 就是回去教书这样子 所以看到他的那个开始 开始下决心要数 数到第365天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当你的生命就是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大概都会想说 我们会有很挫折又很挫败 就像他面临了那个 就是女孩子不喜欢他 然后他很失落的那个感觉 但是就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生命失落的时候 但是你能不能坚持去 坚持数到第365天 甚至更久 就是能不能坚持到有一天 你可以 达到你的梦想和目标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感动 那另外就是 导演处理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亲情啊 比如说一些离婚的问题 或是离婚给小孩带来的影响 还有青少年的问题 青少年的一些挣扎或困惑 还有他们关心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片子 真的是非常适合青少年看 然后也很适合我们是这样朋友看 谢谢导演 还有谢谢公司 好 我是喜欢看电影的台北市民 王建立 那我真的非常感动 今天就是王导演可以处理 这一件三代 本来是惠顺贴景的 你看家里有那么那么多的状况 就是离婚的离婚 然后又就是很本来会有一起的一个悲情 但是最后呢 就是展现了一个一些爱的那个亲情的表现 而且几乎就是以喜剧来缩长 那当然情节里面的安排又一些悲得感人的 但是当然不会让大家掉太久的眼泪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棒 那另外一点我想要表达就是说 我以前非常喜欢看电影 但是13年前15年前看不到以后 偶尔看了几场电影 但是这一场的口识电影是我感觉 我最近这十几年来看到最好的口识电影的描述 因为我以前也知道在美国啊 北美有一个Cable TV要互惠的 它是Narrated Movie Channel 那它因为做得很好 所以他们有去调查 百分之六十是明眼人在看 所以呢 事实上啊 一部口识电影 如果解释那个情节好的话 尤其是有深度的 像那个王导演常常在拍一些有深度的电影 即使是明眼的人也看不太懂的 这时候 我讲的是真的 即使是 如果是这时候有很好的一种口识去描述的话 那一定会看得懂的 那我自己觉得这一部的里面的 想要传达的一些信息 我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也有一个建议 就是在描述的时候 描述的人真的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想那些制作方面 应该都是事先写好稿本 但是它有一点像是在暴徒把它念完 它如果有一点像在讲故事 把它声音有传达一些表情进去 在传达一个故事 旁边有一个适当的防摆 那这样应该是一个perfect 那应该我很感谢公事 已经有一个开头了 因为公事的董事长赵博士 我以前就知道就有跟他写过email 他以前就拍过 那我是觉得公事是国内最有资格 可以来拍这种口识电影的 尤其是我今天看到这一部 如果哪一天公事也可以成为 美美的一个table movie 要互费的 我相信公事一定会有很有好的发展 然后我们适当的人会有更勾勾的福气 像我这样喜欢看电影 又喜欢又会回来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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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立文 谢谢 后面这边的还有 不好意思 小店老师你好 我是针对于在这个口述电影制作上面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像它里面它有一些舞蹈动作 那是比较专业领域的 那我在口述电影里面 他都有把那个动作讲出来 所以我要想请问说是不是在制作 在制作的口述电影 他针对里面他是只要看剧本 他口述电影是也需要拿到剧本来制作 然后不仅是看电影 他需要拿到剧本 然后还有针对他里面比较专业的一些可能动作什么 因为我刚刚觉得他 这个口 他可能是不是有去请教过那个舞蹈老师说 这个是算什么动作 然后他甚至有把一些名称有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特别的想要了解一下 谢谢 因为这个这个片子是公司先做 是原本是迷野人 迷野人办的 然后之后我们再把它改做成市场 那我们先请我们公司的江经理来做一些简单的恢复 我们这样这个片子就是小题导演他先拍好了 然后我们会选择在去年一年中间我们收视率比较好的观众口碑也特别好 比较引起讨论的片子来做这个口述影像的制作 那所以今年选出来的是这六部 那提到说有一些是不是先有剧本 当然剧本是在拍摄之前就有的剧本 但是我们在口述历史的时候 因为经过导演的创作之后 还是会以最后的完成的作品为主 然后再用那个作品去让 视障的朋友能够了解到画面上在说些什么 那刚刚有讲到说什么关门的动作会不会精准啊什么 因为后面就会发生讲话或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旁白说明不能跟那个搭在一起 要留一点那样子的空间 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讲话的声音可以更有表情一点 这个或者是在我们的影像的叙述能够更细致一点 这些我们都会在参考改进 那当然这中间也有一点在口述影像 这个发展上面需要讨论的 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看一个创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般观众导演也没有讲得很明白 是让我们观众去体会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在口述影像的这个部分 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部分 那所以一直在不同的阶段尝试不同的作品 那一直在尝试 也很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些建议 我们会一直在参考改进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刚刚这位先生我不知道他是 王博士 您刚刚说您那么爱看电影 然后在那么多年来 好像这一部是您看过好像是比较好的 那刚刚我们也了解 我刚刚问了王经理 我也知道公司是先拍了这个电影以后 然后再有人按照这个情节的这个变化 然后去写成剧别 然后再去讲出来的 那么您刚刚说您听到的这个 看到的这个故事 您觉得是比较好的 我想知道跟您跟以前看过的 实际上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 那我现在要讲话 那我要回答 抱歉 因为我看不到 不知道人在哪里 所以我有时候会在这墙壁讲话 是这样子 我以前看了几部 就是所谓的口述电影 我想应该不是影像 影像是静态的 真正因为英文是 所以我认为正确的应该是 口述电影会比较合适 那也不要特别讲视障版 因为视障版某种程度是把它隔离的 然后明眼就认为它不值得看 其实口述电影讲得好的话 对于一般人会有帮助了解的 那刚刚也有人在讲到 就是说 他们如果说口述电影 我以前看到有一些讲的太多了 已经讲到影评去了 那影评就变成讲的人的 是个人的意见 其实真正的制作 因为我有稍微花时间去研究 美国 美国做那个 那个人本身就是忙了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的 的一个人 那他后来就说 他一定要投入时间 金钱 就是做一些满足 他自己想要看电影的 那所谓差别就是 如果里面 然后里面以前我遇到的 明明是有在对话 然后他也自己跟着对话 那这一步都没有 我很注意在听的 如果说两个在对话 然后口述的人又再加进去对话 哇那又太多了 好像以为我们会听不懂或是什么 其实 视障的眼睛 耳朵大部分是还好的 所以不用再重复一次里面的对话 这是我以前看到的一些情况 那所以我是说 他真的是很 其实他们制作一定要算好秒 有些东西 如果你开门了 有时候你又太早先讲 现在就要开门或什么时候 那也是很奇怪的 那我是说 他真的很注意到 他们稿本一定花很多时间 那东市那个江经理也有在提到 我是认为 如果以后可以的话 也让视障的可以参与 他们在写稿本的那一种来 因为毕竟看得到更看不到 其实这一部已经 我几乎 目前还挑不太出 他有太多话 可以找出他的那一种 唯一的就是我刚刚讲 就是他的声音表情 如果能够在 不是只是在暴墓 这种方式会更棒 谢谢 谢谢王博士